管贤士 陈元 民国十四年在枪炮声中过去了 十五年也就在枪炮带爆竹声中落下了地 这十五年是不是还得像十四年那样的混乱不可收拾 我们实在无从预料 不错 十四年来 政局一天混沌一天 小百姓一天困苦一天 我们有了这长久的经验 应当可以猜到 这来到的年头不过又是那么一回事了 然而我们还希望着 我们不得不希望着 正因为不希望只有绝望的路了 以前种种事 譬如昨日死 以后种种事 譬如今日生 在新年的时候 一个人是容易有这种决心的 我们不免结一结旧账 过了年 好换一本新账簿 前几天 一位我极尊敬的老先生 在朋友面前说着我 他说 某人真是不得了 他喜欢管贤士 到处惹 到处惹祸 这样下去 还要惹出大祸来呢 这位老先生 生平就是爱管贤士 到处惹祸 他还这样说 足见这话 是很有理由的了 我们新年的决心 不如就说 以后永远不管人家的贤士吧 然而仔细想来 我们何尝爱管贤士呢 实在 中国爱管贤士的人太少了 欧洲人 好像不是这样的 有一次 我立在伦敦一条街上 候着看 新市长就职的行列 大约立了一点钟 我身后的人 已经有数重 忽然 一个中年妇人 突来站在我的面前 我自然一声不响地退让了 我两旁的不认识的女子 却抱了不平 他们说 我站了一点多钟 那妇人不应当抢我的地位 中年妇人听了他们的批评 面红而热地 轻寻而去 他去后 我两旁的人 还愤愤地说他无理 这种事在中国会有吗 谁肯这样无故地开罪他人 何况 为了不认识的外国人 然而 这样的傻子 我自己在英国遇见的 就不止一次 法国人的公道 我自己虽然没有经历过 然而 在十九世纪末几年的 异想案件 是谁都知道的 法国军队里 一个少年犹太军官 受了私通敌国的嫌疑 格职定罪 法国人民自然都拍手称款 然而 军官的友人 极力为他抛摆 引了几个管弦社的人的注意 他们觉得证据不足 要求重审 最初这少数人 为了好管弦社 激动公愤 性命都几乎不保 他们却百折不回地 继续奋斗 至两年之久 究竟得身冤狱 在那两年中 法国全国人民分为二派 德雷夫党和反德雷夫党 就是父子 兄弟 夫妻 朋友 都为了他 反离反目 不用说 反德雷夫党自然是大多数 知识阶级的人 也就不少 然而 我们最倾倒的 几个近代的法国文人 如 Zilla Alito France 却在被多数人唾弃的念书人中 为了一个 毫不相干的犹太人 却费了许多光阴 抛弃了自己的事业 犯了被犹太人收买的嫌疑 冒了身家性命不顾的危险 去奔走呼告 主持公道 当然 只有傻子才肯干 然而 法国 居然还有少数这样的傻子 中国人的毛病 就是他们太聪明了 个人自扫门前雪 莫管他家瓦上霜 真是一条好格言 本来一个人 为什么要管闲事 自己省了许多事 还在众人面前讨了好 何乐而不为呢 如果偶然有些好事人 扰乱他们的安静 只要说他是受人的指使 领人家的津贴 就可以闭了他们的嘴 这也难怪 谁能相信 人家不与自己同样的卑鄙 谁能承认 自己有不如人家的地方 中国人最初 不管邻家瓦上霜 久而久之了 连自己的门前雪也不管了 如果有人同住的话 所以军阀政客 虽然是少数 小百姓虽然受了苦 却不肯团结起来反抗他们 学校风潮 只要有十分之一的学生 叫嚣捣乱 就可以拆散学校 引起学潮 其余十分之九 心中虽十二分的不愿意 却不能积极的团结起来 阻止那些少数分子的胡闹 生活在这种人中 自然有许多看不过眼的事情 不得不说两句话 这样就常常惹了祸了 可是我们究竟也是中国人 本性何尝爱管闲事呢 并且 我们也有自己的生活要维持 还有许多天地间的奇书没有读 哪有闲功夫来带人抱不平 这就算我们的新年的决心吧 虽然下次遇到了 看不过眼的事情 能不能忍住不说话 我实在不敢保